經過了整整三天 整個積壓程序終於告一段落 時代力量黨主席徐永明走出法庭 比其他人都還要開心 因為他是唯一交保的被告 一拜五早上到現在真的很長 那真的很謝謝大家 那回去休息一下 那關於非案情的部分 過幾天沉澱以後再跟各位報告 再三強調 從頭到尾都沒有兩百萬元匯金這回事 法院認為徐永明雖然犯罪嫌疑重大 但犯罪事實離現在比較近 而且搜證上比較不困難 疑似有期約沒收錢 所以沒有金流追查問題 至於其他的親民被告 各位說明一下 要收錢嗎 各位要不要說明一下 要說明一下嗎 包括民進黨立委苏正清 辦公室主任余學陽 國民黨立委六國棟 辦公室主任丁富華 國民黨還有立委陳超明 以及前他流董座李恒龍 白手套郭克明 七個人通通受壓警戒 在這個行為當中 到底那個各個共同被告之間呢 他們有沒有去交付或者是期約 這些金錢 還有這些金錢呢 跟他們的行為有沒有對價關係呢 裁定監案的理由是所犯重罪 金額又龐大 而且被告身份特殊 會影響其他證人 所以串政機率高 其實委員獨信基督 所以他其實就是 忠於自己的內心這樣子 所以委員 整個其實都還蠻平靜的這樣 廖國東和蘇正清聽完裁定 都沒有太大反應 問及有沒有收匯款 沒有回應 面露愁容的被罰警 帶回後省市 這一晚得睡在台北看守所 跨黨派立委社談 政經政壇 三名現任令委遭到收押 淪圍借下球 三天新聞 正常人理由檢案線區小組 台北報導 各自已努力合作 公辯 劉亨 你